太陽能的LED的手電筒 那要使用它的時候呢 必須拿另外一支手電筒 來照著它 它就亮了 如果不照呢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你太無聊了吧 就是有光的時候它會亮 沒光的時候它不亮 買這個還得送一個這個 對 照著它就亮了 好可惜喔這個 同樣都見過耶 它這裡面有電池啦 電池 像我最近有買一個球 一馬啟動 也用手機嗎 所以我手機很重要 家裡控制也是用這支手機 這裡有個色盤 隨時可以選自己想要的顏色 好厲害喔 這它也結合了就是 手機上面的這個陀螺儀 喔 它是這樣控制 可以這樣控制對不對 就像我們玩賽車遊戲一樣 喔 重力感應 對 好 拜拜 下牌了 拜拜 哇 這個很可愛 距離還挺遠 而且你會在上面畫什麼圖案 它就求會走什麼圖案 按照你的線路來走 喔 那你這個會給小朋友玩嗎 會啊 他自己就很愛玩這樣 他是一個什麼性格的小孩 滿內斂的 因為他是處女座 譬如說桌上啊 有什麼一點點髒啊 什麼的 不要不要 就是很愛乾淨 譬如說有一天到了朋友家 然後那個朋友給他一個玩具 然後他有個塑膠袋 嗯 然後要走的時候呢 他一定要連那個塑膠袋 還有紙盒子 原封不動了 再裝回去帶走 那你不要怕他跟你一樣拆東西了 因為他一定裝得回去 我覺得 前幾天我還帶他去學街舞 呦喝 我告訴你 這些動作是他做出來我學他的 啊 我一直來 我說跟媽媽一票 真真家家當他夢一唱 他就是不做 他可能覺得太老土了 所以他就做他自己的動作 他要Breaking 對 特別可愛啊 那你下一個階段的夢想是什麼 希望有一天小老師可以跟我一樣 站在台上 跟我一起合唱十七歲的語氣 哇 你現在是夢想導師嗎 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你可以叫到百度貼吧 一個興趣大師 幫你自己的夢想 興趣 貼上去 可能你就有機會 可以獲得百萬的這個 就可以圓夢了 圓夢 百度公司幫你實現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多利用這樣的平台 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那我要出上片可以 你也可以在百度貼吧 很有可能你就拿到一百萬 那有沒有有沒有一個人 說話能算的人 我們今天也把百度貼吧的 女掌門請來 掌聲有請 歡迎女掌門 好漂亮喔 好年輕喔 你跟我們講一下就是 真的如果歐弟他想出唱片 出唱片就可以嗎 那肯定是可以的 而且估計你是會拿第一名的 但是我覺得啦 對 大家不要想說這麼簡單 一定要很詳細 第一我覺得興趣很重要 OK 你能不能到 這麼樣的投入跟專業 那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最漂亮的 還是要有個評分 對 百度圖大你們應該有我們吧 那肯定有啊 我們這個幾個人當中 誰的人氣比較 沒關係我們不介意的 韓哥您猜呢 我猜應該是歐弟 對了 哦 你錯了嗎 而且在歐弟的巴裡面 大家發言會有一種格式 就表示對你的膜拜 什麼什麼 前面會加四個字叫聲如下花 你都沒去看嗎 泰戈爾的《飛鳥集》裡面的一句 其實我有去看 也會在貼巴裡面跟別人回去 我會啊 我會偷偷的在裡面跟他們說話 比如說歐弟巴跟前鋒巴 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對 互相會拜訪 對 然後節日的時候會互相問候 而且歐弟巴跟前鋒巴的裡面的粉絲 會互相 對 而且互相 互相會交流那個照 互相發照片 因為他們兩個人在節目上拍的照片 對 我是前鋒的粉絲 但是 鋒哥跟歐弟哥一起拍照了嗎 一起發著 發著一樣的 不叫歐弟巴還有鋒哥巴 好 可以可以可以 歐弟巴跟鋒了吧 沒怎麼聽明白 你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今天跟大家 剛才跟大家介紹的興趣大師 興趣大師 就是正好 其實從剛才這個字還沒回過來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 就是林靖雲這邊的粉絲隊 然後我在下面就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這麼多年 所以你怎麼又發生變化 所以是這樣 是因為我們變得太快 可能 可能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賽車不停地把時間追回來 你們林智家的人怎麼都說這樣的 林智也是這樣的 誰在追我 時間在追我 這邊是 我在追時間 我們也邀請了林智雲這樣子的 就是說興趣導師 來去幫助大家 原自己的一個 極致的熱愛的一個夢想